而感同身受的呢 还有在拍戏的时候遭到火吻的Selina 她不仅在第一时间在脸书上表达不舍 今天出席记者会的时候 她说过去受伤的时候呢 看到伤疤从天天哭 到现在已经把伤疤当作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而她也以过来人的身份经验来分享 附件路非常的漫长 而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必须坚强 发现乐园承包意外震惊全台 上千人的彩色派对变成人间炼狱 498名轻重商名单中 有三分之一都是二到三度灼伤患者 这些痛艺人Selina全都懂 以前可能一个礼拜看一次哭一次 到后来一个月 然后现在可能半年甚至一年 但是她还是毕竟就是存在在我身上的嘛 而如果她们真的想哭 或是想要发泄 就让她尽情的发泄 因为接下来她有很多阶段 都会有心理上面的折磨 哭事在所难免回想五年前那段过去 曾因拍戏遭到火吻 全身近百分之五十四三度灼伤 附件路程痛苦煎熬外 心理阴影更不是短时间就能平复 最重要的是家人的支持 和自己必须面对 如果有商友或商友的家属 他们想要寻求阳光基金会的帮助的话 不要吝啬 请立刻打给他们 他们现在都有专线 在网路上都有资讯 所以请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阳光基金会真的可以在 烧套伤的路上给你非常多的帮助跟附件 心疼患者正与死神搏斗 Selina说未来一周 伤者们需要的是休息 她也用过来人经验 希望用正面力量抚慰受伤的民众 只是这条附件路漫长 伤者不仅要面临庞大的医疗费用 还有心理层面的创伤 欢讯陈明彦 蔡基林 台北报道